文宫乡有一种电影,里面不只有热血的江湖,还有男人之间一波云天的情谊,虽然如今看来价值观有些偏激,但在那个年代却是风靡一时,这就是香港的黑帮电影,时光神闪,不知道当年在电影中制造风云的人物,如今过得还好吗? Membo一万子良,万子良,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永远的大佬,当年的他名气不输刘德华,可如今,万子良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因为患有遗传性糖尿病,身体发布越来越严重,曾一度包废六十斤,此前,万子良还患上了痛风,这导致他不能长时间走路。 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,自己现在记忆力很差,而且老远昏花,走几层楼梯都能气喘吁吁,Membo二李赵基演员李赵基,年轻的时候混过黑社会,后来进入无限当演员,自己的黑道经历对于拍电影很有帮助,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李赵基在电影中饰演黑帮老大,可是,李赵基身为配杰,却没有吴蒙达那样出色的演技,香港电影《莫洛克》他便失业了,他不但中风入院,还一度没钱吃饭,沦落街头,申请到公屋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。 Membo三 黄秋生作为演技派的黄秋生在黑帮电影中,也有着不俗的表现,不过,近年来却被黑得很惨,沦落到无戏可怕的景地,近来登上头条都是因为家庭事务,先是在英国找到了自己同父一母的哥哥们,后来又公开承认自己有私生子,看来黄秋生自己也在复刻着父亲的人生, 只是,比起父亲,黄秋生还是见到了自己抚养孩子的义务,Membo四 吴振宇前段时间,墨西哥吴振宇很火,而吴振宇本人也借着世界杯的东方上了一次头条,说起吴振宇,人们总是为他惋惜,定帝级别的演技,却从来没能获过大奖。 当年在《无间道》中的精彩表演,至今都被影迷津津乐道,之前的东方华尔街也是口碑颇佳,生活中有些幼稚的吴三岁在影视作品里总能脱胎换骨。 只是,近几年以来,似乎这位昔日拥有不俗演技的电影大咖,越来越朝着资本倾斜,出演的电影也越来越不再像过去一样令人瞩目和期待。 No.5 梁家辉很多演员能获奖是因为遇到了与自己极为契合的角色,而梁家辉则不同,她的演技注重在于能够塑造不同的角色。 所以,即使扮演黑帮角色也不会违和,她既能冷冷永恒,又能嚣张白骨。 如今的梁家辉还在拍戏,不过却已经渐渐转向幕后,已经拿奖拉到手软的她,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吧。 No.5 任达华任达华算是大器晚成的男演员,虽然演技出众,也多次入围最佳男主角,可到多数时间都在陪跑。 虽然任达华演过不少黑帮电影,但实际上,她却出生警察世家,父亲和哥哥都是警察,据说因为哥哥警鞋不低,所以在影坛没有人敢得罪任达华。 如今的任达华已经逐渐淡出影坛。 美美,被人关注还是因为颜值超高的女儿登上头条。 No.7 张耀阳她是蛊惑在里,让人汗了牙痒痒的乌鸦,是天生的大反派。 可是张耀阳虽然凭借蛊惑在走红,却再也没遇到契合自己的角色,转战内地也没有见起太大的水花。 不过,张耀阳很有商业头脑,据说很会投资,也算是在另一个行业的成功吧。 如今的张耀阳已经从坏小子变成了亲切和蔼的大叔,更是把老婆宠上前的好老公。 No.8 陈奎阳她是香港影坛有名的大恶人。 她在电影中几乎没有演过正面角色。 但是,在现实生活中的,陈奎阳是香港明星球队的主义门家,还一心热衷于则杀事业。 不过,陈奎阳身体状况不佳,后来患上了鼻咽癌,年仅45岁就离开了人世。 陈奎阳去世前,电疗导致喉龙溃烂,因此无法开口说话,也未曾留下任何遗言。 香港电影的没落也让一些演技术重力演员无处施展才华,纵然很多人北上翻红,但大多数人还是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。 逐渐,有人老去,有人已经离世,不得不让人感慨岁月的无情。 你最喜欢哪一位黑帮电影演员吗?